這次作品的名稱叫做 當你在土地上看見 其實我從小是一個台北人 然後其實在六年前 我正式踏上發動地區的 KMD區原住民小學去教我 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 土地對我的概念 就好像買賣而已 但是六年前正式開始 在這一些地方教舞以後 開始接觸反美靈環運動之後 我第一次發現 其實我站在的位置是 所謂社會裡面的主流 但是它並不代表全部 所以我說的作品 其實它都有一點在暗示著 我們在土地上看見的 其實並不是全部 當你真正去花東 很深入的聽在地的聲音 當你真正去過華光大埔 去看過那些居民被迫搬遷 背後的心聲 當你真正在那些廢墟裡面 仔細去找他們留下來 來不及帶走的是什麼 他們真正在乎家的價值 如何藉由這些碎片展現出來 所以當你在土地上看見 意味著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 看見主流以外的他者 不管是原住民 或者是被迫搬遷的人 甚至可能是身體上面的殘疾 或者是性別上面的非主流 這些都是我現在 或者是以後 作品希望呈現的 那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視野